想筛检还得抢名额 大批民众一早就紧进筛检站 因为受到细胞简讯实在心慌 风景成金就怕DELTA病毒进到社区 面对境外威胁 主要中心首都松口 考虑先让高风险机组员 加打第三剂疫苗 目前来讲如果要打 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但目前来讲 国际的资料大概说六个月到九个月 很多的一个族群 都是七月才打完第二剂 所以这么快的时间 要再注射第三剂 需要有足够的一个科学根据 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混打 怎么样的一个第三剂 才能够产生保护的效果 恐怕还得等上大半年 专家更认为不是每一种疫苗 打第三剂都有效果 我们现在都是考虑混打 第四世代疫苗 因为四世代疫苗 它是根据变异株的病毒 所做出来的 打第三剂 甚至以后你在打第四剂 抗体的高度 总是保护效果会有效 抗体的保护力不是百分百 接触大量病毒 还是有机会突破性感染 个人防护千万别放松 才有机会打赢这一仗 戴上水产赵越加叶宜林 台北报导